107年因为只有大海知道电影 月明国小邀请也由国小到宜兰进行 帆船体验夏令营 两校洒下互相交流的海洋文化种植 还约定两年后要驾驶帆船到兰鱼 而8月5号月明国小实现承诺 国真驾着帆船到兰鱼分享海洋经验 就是希望小朋友在路上跟海上 都是可以畅行无阻的 那本来我们只有学习平板舟 那现在加入多元的风帆 那我们就会让学校老师再去培训 之后也会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如何驾驶风帆 培养孩子一个积极乐观 勇敢冒险的这个精神 那我觉得兰鱼的小孩 其实都有这样的精神 如果能够给他们一个工具 让他们跟大海有更好的互动 这次月明国小还赠送两艘练习帆船 给也游国小 而也游国小回赠传统雕刻小船 希望未来在海洋运动推展上 两校可以协力同行 向海致敬 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会有可以调风向的 然后可以调速度 可是它没有滑的 真的喔 有啊 就是没有船沿 还有那个 也不是用木头做的 是用塑胶 岳明国小这次创下台湾青少年驾驶帆船 绕航台湾本岛跟离岛的27天撞局 而两校位置都临近海边 期望透过交流唤起全国民众对海洋文化的重视跟维护 原始新闻小马尼大盛腾东南云采访报道